今天我们就来看你 你有什么想说 有什么想法表话 是不是很容易看 咦 为什么开电视一线搜查 其中一位主持林熙玲的访问对象 是一只猫猫的 原来Edness这日是拍摄 寻找猫猫的故事 她的任务就是探访一只 很受欢迎的药房猫店长 我之前只是在网上的关注组里见过 真人和上镜是不同的 上镜已经很可爱了 觉得她真人 你真正忍不住我们所有人 是那些BB声跟她说话 不停是不停赞她可爱 而且是很亲民 我是很欣赏她们 她们是很鸩定 见过了世面 我们是不停拍她 不停走过去控她 她都是完全不理我们 是很自在、很开心 看到Edness说起猫猫这么开心 原来她自己都是一位新手猫猫 我是刚刚这三个月开始养 我的猫其实是一只街猫 是在我的朋友 餐厅后巷的那条鱼撿回来 那时候她两个月很瘦 直接瘦到眼睛很大 然后整个新骨都见到 我和我老公觉得很可怜 所以我们就决定拿她回家养她 那她养了几个月 其实那个进度都不错 她现在都开始肥了 那些颈子里面都整个肉 有肚腩 而且见到她一开始来到的时候 她很害怕 经常都一见到 有人就周围在那里疲人 又躲起来 但是在我们家住了几个月之后 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她现在是很疲倾 很疲倾 然后很自在 冷气冷到 经常反了肚子 那么我们见到她这个进度 我们都很满意 Adness的猫猫 万千宠爱于一身 连Adness都忍不住投诉 家人和朋友 关心猫猫 多个关心她 一开始我妈常说 哎呦不行的 我是OK小动物 但是我要远处望它 我不可以碰的 或者我爸爸都说 哎呀你们都不知道 要不要碰了 不要碰了 但现在反而最疼是他们 我真的很喜欢 有时我传一些 有时我传一些片出去 或者传一些照片出去 他们是很开心的 然后平时也不太关心 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 反而关心这只猫了 身边多不多艺人朋友 会上来我家 会啊多了 平时好日也不关心你的那些 平时好日也只是说吃饭 然后吃个快饭就走那些 现在无端端都会踩上家 还有住得鬼死那么远的那些 现在都在这里说 哎呀很近而已 其实开车很快而已 坐车 这样 突然间关心起我上来了 但是上来 我的猫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 是身边很多朋友 会买玩具给他啊 买食给他啊 跟他玩这样 嗯工程导演的 倍笔 那 Banana Expect э 快